卧槽 没想到她妹妹也是杀人犯 这次一定要先搞清楚她妹妹是被谁威胁的 因为听她说的话不像是自己主动这么做的 阿威 快下来吃饭了 来了来了 我今天做的悲伤排骨汤 吃点再上学吧 你在屋里别出去 我还有事 这次一样先找警察 这人好可怜啊 好端端的 怎么死了 我已经报警了 对 这个时间警察也该来了 群众们 请赶快撤离 警察叔叔 你听我说 说什么 好的 我明白了 下面再去跟杀人犯解释一下 他该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等等 你先听我说 真的吗 那我相信你 这个流程我都快吐了 怎么回事 计划失败了吗 你们两个快把它干掉 这货就是幕后的指使人 卧槽 你敢打我 能告诉我妹妹在哪了吗 来来来 都跟我来 你妹妹就在旁边这所小房子里 等一下她会拿刀砍我们 小心一点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别问了 说出来都是累 救命啊 救命啊 别搞叫了 你哥哥来救你了 她真的会砍我们吗 妹妹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妹妹怎么会砍阴呢 我怎么知道 所以我们要先问清楚 小妹妹 我放你出来 等一下有话好说 我男朋友是不是被你们杀掉了 什么玩意 刚才那人是你男朋友 对啊 他说只要把你们干掉就带我私奔 妹妹 你怎么成立爱挠了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也许跟那具尸体有关 反正他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已经被绳之以法了 对啊 他也拿你指使我撒淫 原来是这样 我一直都被利用了 听话 赶紧跟哥哥回家吧 这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武器 你妹妹 你还真想砍我们啊 之前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还是出去重新找个男友好了 早知道他利用你 我就该提前一道给他砍死 魏红毛 法律面前别那么猖狂 好了 既然我们已经团冤了 那就赶紧回家吧 今天咱妈做的开心排骨汤还没吃呢 你们赶紧走吧 别叨叨了 警官 你能跟我去检查一下尸体吗 好 我们检查一下 现在只要把尸体搞清楚 事件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怎么回事 计划失败了吗 卧槽 我忘记有炸弹了 不好 快跑 怎么回事 还有幕后的人 都这样了 事件还没有解决 刚才听到旁边那女人说计划失败了 我真的会泄 这一群人全是阴谋家啊 之前尸体爆炸 应该也是他放的 二威 快下来吃饭了 来了来了 今天我做了悲伤排骨汤 吃点再上学吧 不吃了 我还有事 你这孩子赶紧出门质问那女的 这次目的就是搞清楚 这人好可怜啊 好断断的 怎么死了 可怜你妹啊 大家都是熟人 别装了OK 小朋友 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好吗 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群众们赶快撤离 警察大哥 这有个小孩莫名其妙 你们都别在这待着了 赶紧走 完了 忘记阻止事件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请原谅我 好吧 警察已经挂掉了 卧槽 有疯子砍人啊 等等 红毛 你先听我说 做什么 看来计划失败了 我警告你 不听我的你妹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好 我请你的 怎么办 我们快跑吧 好什么 抄家伙把他们干掉啊 你们一个女的 一个小孩 我就不信能打得过我们两个 既然如此 我只能出手了 看来是我冤枉了你 赶紧上吧 把他们都干掉 两个小菜鸡 干掉很容易 卧槽 你们突袭 不好意思 刚才误会你了 没有的是 你怎么会误会我呢 你说什么 我杀他们是因为计划失败了 我真是服了 看来这次要叫上警察一起 就知道那女的肯定不是好人 每次醒来都有上次被砍的疼痛感 阿威快下来吃饭了 来了来了 今天我做了悲伤排骨汤 吃点再上学吧 不吃了 我还有事 你这孩子 赶紧去质问那女的 这次千万不能失败了 这人好可怜啊 好端端的 怎么死了 可怜什么 就是很可怜啊 大家都是熟人 别装了好吗 小朋友 你在说什么 你就是幕后的计划者吧 我只是个小姑娘啊 老大 计划失败了吗 你听她叫你什么 看来是我们隐瞒的不够深啊 警察快来了 你们等着 警察叔叔 你听我说 说什么 原来如此 杀人犯现在也该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等等红毛 你听我说 坐上吗 呃 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快跟我站在一起 大姐 这下我们该怎么办 别问了 赶紧过去把这男的砍死 呃 呃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知道那么多 说出来你也不会信的 赶快把你身上的炸弹扔出来 什么炸弹 我不知道 还在装傻 你们快搜她身 好好好 我给你就是了 这么多 怪不得我两次被炸死 好了 全部都给你了 现在赶紧去找我妹妹吧 不用急 你妹妹跑不了 警察赶紧把她绳之以法吧 好吧 要她也没什么用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大哥 饶命啊 怎么回事 难道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她在碎上吗 卧槽啊 该不会你也是幕后的人之一吧 本来想以这个身份完成计划 但没想到这么轻松就失败了 不过 你神经病啊 毒 是你们也别想活着 救命啊 砍烟了 你赶紧跑 下一个就是你 原来你之前那么菜都是装的 到底是什么计划 让你们宁愿死也要完成 这辈子没机会了 下辈子告诉你 卧槽 这警察隐藏得太深了吧 这群人到底有什么计划 整得跟赶死队一样 难道只有杀人犯是好人了 阿威 快下来吃饭了 来了来了 等一下要让杀人犯帮助我 今天我做了悲伤排骨汤 吃点再上学吧 不吃了 有事呢 可惜杀人犯在警察之后才来 这人好可怜啊 好端端的怎么死了 一群傻逼还在装呢 没事 我已经报警了 群众们赶快撤离 你小子刚才骂谁呢 就是就是 收到举报 有人被谋杀了 别装了好吗 老大怎么回事 被发现了吗 对不起 对不起 红毛等等 你听我说 竟然有这种事 赶紧站到我这边来 好得明白了 没想到计划竟被人提前知道了 这小子到底是谁 我还想问呢 你们到底什么破计划 既然你知道了 那就动手吧 红毛等下一定要帮我 卧槽 你们要打架吗 救命啊 我快跑 你们两个能打得过我们三个吗 动手吧 老大 我已经太了解你们的招数了 旁边那女的快过来 你认识她吗 认识一点蛋不多 你昨天还告诉我炸弹计划呢 你小子在瞎说什么 我都不认识你 可恶 这娘们敢泄露计划 误会啊 老大 哈哈 你们上当了 你什么意思 我根本不认识她 不过现在是2v2 快上 他们两个是菜鸡 好的 明白了 红毛 小心警察 你特么快过来绑我啊 就凭你也敢跟我打 不好意思 来了来了 来晚了 你一个小孩也想打败我 你在狗叫什么呢 菜鸡一个 现在事件应该都结束了 回家睡觉试试还循环吗 妈妈 我要上楼睡觉去了 怎么回事 外面那群人计划失败了吗 妈妈 你什么意思 看来计划是失败了 完了 我彻底猛逼了 对不起了 儿子 麻烦你去死一死吧 等等到底怎么 彻底给我整不会了 之前做的全是无用功啊 我一定要找妈妈问清楚 到底什么计划 让她这么对自己的好大儿 阿威赶紧下来吃饭了 完了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妈妈出手 喊几遍了 快下来 算了去吧 来了来了 赶紧给我下来 听到了马上就来 今天我做了悲伤排骨汤 吃点再上学吧 别装了妈妈 你到底有什么计划不能告诉我 你这孩子是知道什么了吗 你串通外面一群人还对我动手 到底为什么 快告诉我 没想到这计划隐藏得不够完美啊 无论什么计划也不能对自己的儿子动手啊 反正你又不是我亲生的 什么 你说什么 本来想用悲伤排骨汤毒死你的 无论如何这汤你必须给我喝了 我们相处了十几年 现在告诉我不是亲生的 给 快喝 你都说这汤有毒了 我喝个屁啊我 不喝 不喝今天也别想活着 那我舔一口 给 真难喝 必须给我喝完 你不死 我和我情人的计划就失败了 有人敲门 来不及了 我直接动手吧 老婆 计划成功了吗 是啊老婆 这小子怎么还没死 外面这三个都是你情人 低调一点 你可真牛啊 老公嘛 快进来把他做掉吧 老婆 我们的计划没有启动 已经不重要了 直接动手就行了 你们家关系这么乱吗 没想到啊 打死我也没想到啊 不过我现在觉得不需要你们出手了 而且我已经把你们玩力了 卧槽老婆 你干嘛 不用啊老婆 对 你打我干嘛 这也太残忍了吧 把你们处理干净比较好 老婆 要买地啊 好了 都处理完了 下一个就是你了 这新的事件让我难以接受 看在我们相处那么久的份上 别这样啊 没办法 事已至此 怪不得我可以循环 原来我肯定是个冤死鬼 如果就这么死了 我不甘心 别叫了 很快就结束了 下辈子投个好台吧 这精神打击对我太大了 我死了会循环 侥幸活下来 事件没结束也会循环 看来上天是让我把这事摆平 阿威 快下来吃饭了 化解了所有矛盾 循环应该就结束了 今天我做了悲伤排骨汤 吃点再上学吧 别装了妈妈 你的计划我都知道了 孩子 最后拥抱一下吧 不过你今天肯定是死定了 为什么非要杀我 当然是为了我的幸福生活啊 走吧 外面一群人 估计等着我们呢 行 快出去吧 这时候事件应该跟以往一样 这人好可怜啊 好端端的 怎么死了 没事 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几个也别再装了 计划我都知道了 群众们赶快撤离 撤离你妹啊 你也别装了 怎么回事 老婆 计划不进行了吗 大家听我说 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人这么做 都是为了幸福生活 但其实人与人之间 没有必要非那么邪恶 除了红毛 我知道你妹妹在哪 你锁得太感应了 我都流泪了 不过那不是我妹妹 那其实是我老婆 好吧 我习惯了 不过这都不重要 我的妈呀 怎么诈尸了 我还有最后一口气 孩子 其实我是你的亲爹 还他爸 别说了 快点阻止他 你亲生妈妈就在人群里 不 我不相信 混蛋 你怎么还活着 快点把他干掉 别让他说了 这怎么可能 我不相信 啊 用别了孩子 嗚嗚嗚嗚 还他爸 这个蓝衣服的女的 不会是我亲妈吧 都是这娘们害的 孩子 我是你亲妈 都是这娘们害的 孩子 我是你亲妈 不 我不相信 我这就把他干掉 他俩的人认啊 我们也别拦着吧 妈妈 她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们一家都是被你拆散的 看我今天不守认了你 你来吧 我不还手 住手啊 妈妈 别杀我妈妈 可恶 你竟然 孩子 他都承认 我是你亲妈了 我就想知道 你们到底什么计划 我的计划是单独的 就是为了除掉那女人啊 那你为什么喊别人老大 还炸我 有一点合作关系而已 如果我炸了你 那是我还不知道 你是我儿子 受不了了 你们这关系太乱了 管你屁事啊 其实我才是幕后的策划者 他说什么 谁让你八层间碎了我老婆 这管我屁事 去死吧 你这个业总 我无语了 气死我了 现在我对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留念了 我要杀掉所有人 阿威下来吃饭了 吃个屁 你这孩子在说什么 海妆 给我下来 还有外面那群人 今天谁都别想活着 这人好可怜啊 好端端的怎么死了 你们一个个的装个屁啊 你说什么 卧槽 你干嘛 妈妈呀 有人砍人了 谁都别想跑 快跑 找警察救命啊 大哥 我们什么恩怨啊 还有你 等等 你冷静一下 你就是杀人犯吧 去你大爷的 我是你爹 还有那个该死的红毛 怎么回事 这里的人呢 看到了 对不起 我是卑鄙的 还在装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计划 混蛋 你小子知道什么了 别问了 老实点去死吧 直接回去睡觉 我就不信这样 还不解除该死的循环 果然没有起床铃声了 现在是下午三点 剑还在我手中 循环终于结束了啊 下楼看看冒牌 妈妈还在不在 楼下什么声音 果然没人喊我吃饭了 妈妈也不在 开门 你被包围了 没想到睡个觉的时间 发生这么多事 说几遍了 还不开门 这么多警察抓我一人 你这个危险的杀人犯 快跟我们走吧 别担心 我不挣扎 这个结局正好 你们把我带走吧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